有關於偵查不公開,還是回到偵查不公開 我們知道現在法務部首屬的警察署被詬病最深的就是理理文案偵查不公開 自己出來亂說,或是私下一直放話 這個在我們過去在北安偵辦當中,而且很多理理個案都是如此處理 警察署裡面很多大嘴巴,我想部長應該很清楚嘛 大嘴巴幾天在後面一直說,我就手上說 那警察署裡面,誰和特定媒體的關係 誰和藝術官比較專門和藝術官,誰和中國時報、誰和聯合報、蕭白學怎樣 那個大嘴巴很清楚的啊 整個都整整整整整的嘛,只有固定管道在放消息嘛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處理 這邊不是潛規則,這是公開的秘密啊 這警察署我們徹底違法 我們今天司法自己本身不能認違法 這警察署我們大家都說爛錢基義啊 會法監聽黨洪來,要人齊共,黨洪來 就這個司法形象就變成這樣嘛 這警察署的形象,變成和違法法官一樣,都是社會的害蟲啊 大家的形象全部搞壞掉了,談什麼的論啊 人家說警察治國什麼,我當然不注意啊,警察說誤國吧 所以這一部分,你當部長一定要,這一部分要徹底處理 當然政察不公開要查的環節很多,也許宋公文的也許環節很多 但是不可能,沒有辦法避免的手段嘛 一定有辦法處理,要處理那就能謀談看看 他才怕,這怎麼 那今天… 還有檢南灣難檢取訴 公開檢南難檢不取訴的也有啊 這個我想講講話,125條啊 該取訴你不取訴,去包庇 所以這個方面,民進黨提出來就是說 如何針對政黨不公開,以及駕壓 這個基本上大家都說這領館最重要 行事司法應該要修 但行事司法修不出來就這樣 但是,你司法院匯到喉部去,匯不出來嘛 對,那麼駕壓時間要縮短,喉部才說不可以 總長也在這裡,上次我真的執行總長嗎 說這個駕壓兩個月再兩個月應該改一個月一個月就可以吧 你總統把人押進去,押一個月,押一個月,再問一次 你不說你不要跟那個人繼續押,都不會再問,就是這種搞法嘛 所以,這個有關於行事訴訟法裡面,你們要徹底來翻修啦 但是呢,法務部與檢察官這邊要放開心胸來 大家來好好面對 因為馬英雄不是說,簽了兩人權公約 要地產市搜索所有遺憾人權法案 到現在沒受到保險 所以這部分,本黨提案 就是說,對於政調遺憾部份,政調不公開 以及駕壓等等這些問題,來做一次專案報告 這總可以吧 大家來討論看看 那你對於習俗訴訟法的態度怎麼樣,大家好好來討論看看吧 活著的話 現在 示範意思說,習俗訴訟法我們出不了 到行政會前就過不了啊 法務部都要押著說 請慢 這個東西,坦白講,要作為一個人權綠國法治國家裡面 習俗訴訟法的徹底翻修是很重要 我們的習俗訴訟法是清朝的時候,留到現在很多都是以前的條文 不然清朝條文還留在這裡 好啦 我注意聽好了 所以這部分,至少要做一個專案報告 那應算佔洞子一部分,來補國料代的鐵洞 看我沒有想要蓋嗎 看我沒有什麼作為,不知道 不知道